一辆白色轿车正要左转 没想到下一秒就遭到直行的灰色轿车严重撞击 直接在空中翻滚了一大圈 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看一次 可以看到白色轿车正要左转时 上头刚好显示绿灯转红灯 而对向车道的灰色轿车就刚好完全没减速地撞了上来 白色轿车直接翻了个大头灾 附近驾驶见状赶紧下车帮忙救出车内乘客 当时白色轿车内坐着一对夫妻 驾驶是一名59岁的男子当场骨折送医 旁边的太太幸好身体没有大碍 而开着会色轿车的则是一名24岁的男子 双方当时都没有酒驾 两台车对撞 还好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的责任归属 几方还在厘清当中 记者刘志传李一会桃源报道